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在修正我们县的食安自治条例 加强源头的控制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生产跟消费 农产跟卖产 这样的一个食物链 消费单生产端 我们共同来做一个食品安全的把关 让我们来保障我们消费者 现明的身体健康 卫生局表示将持续针对市售及未上市前的水产品 进行抽验动物用药残留状况 一经查获违规产品 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最高可罚2亿元罚还 那如果说基塔查获结果呢 如果有动物用药不合格的这个情况呢 会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第15条规定 处以6万元以上到2亿元以下的罚还 那当然这个源头要移请这个农政单位 进行源头的一个辅导 那另外如果说 业者对于水产品标示有标示不实的情况 产地标示有不实的情况呢 也会依食安法 处以4万元以上到400万元以下的罚还 那另外对于水产在贩卖过程 如果为了增加了口感 而违法添加这个棚杀 或者是说为了延长保存 而加了这个甲醛 那如果是食品添加的部分 依法可以处以3万元以上到300万元以下的罚还 那当然如果使用非法的添加物的话 罚则是最高是2亿 呼吁业者应落实自主管理 养殖户应确实遵守 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的规定正确用药 切勿以身试法 民众因选购有产销履历验证标章的产品 并在选购情绪水产品时 注意来源是否明确 为自己的食品安全把关 公益频道许为珍 彰化采访报导